《台語愛情動作片》 hiho 大家好 我是志祺 今天我們不聊時事 我們要來開箱用聽的的台語愛情動作片 前陣子我在線下的時候 就是碰到了哲哲他們的人 然後就跟他們聊說 最近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結果他就說最近有一個這個 A片的黑膠唱片非常非常有趣 叫做《台灣好色》 我就說這個好適合我們來做 大人的開箱系列的影片 他說那沒有什麼問題啊 所以他就寄了這一個黑膠唱片給我 然後還順便送了我一台黑膠唱機 這個Spinbox 幫他們置入一下 總之我們今天就想說 來跟大家聊聊這一個有趣的東西 那前天我們其實在回顧 Pornhub 2019年度的關鍵字的時候 其實ASMR它就上榜 然後我們就發現這個類型的內容 其實跟這個台灣好色它是蠻像的 ASMR主要是用聲音來挑逗聽眾的感官 而台灣好色的黑膠唱片它沒有畫面 然後這些聲優會講故事 然後當然會有一些色色的淫秘的聲音出現 而且它是用台語在講的 那本來他們團隊其實是一個愛買 愛收藏古老黑膠的團隊 那有一次他們興高采烈的入手了一個名曲 叫做《青春悲喜曲》唱片 他們放下了這個唱針 這樣我跟大家分享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個優美的樂音呢 怎麼好像轉成了一些人聲的對談 然後就逐漸誤堂了就像這樣 它躲在鼓聲後面 好,這個東西收錄的是1940到1960年代 也就是大概民國30到50年代 不會這樣講 民國30到50年代 這好好白癡喔 那這個唱片裡面呢 它收錄的是1940到1960年代 也就是大概民國30到50年代的時候 也就是我們這些現在大部分的觀眾朋友 阿公阿嬤年輕的時候聽的的廣播劇 那這一次呢,他們的組合裡面有非常非常的多種 它有包含了剛剛大家聽到的這個呢 這個石順的黑膠是 《川淵太太偷情》 然後它有一個雙CD 它收錄的是 《太太的奇願》還有《都市》 《摸古詩與摩登女》 然後《咖啡女郎》還有《介紹所》等五部作品 那它都會附上解作書 然後還有數位下載六部作品的音檔 那這裡面呢,因為其他我相信大家可以自己去體會一下 那這邊我來跟大家一邊介紹一下 這個《川淵太太偷情》的這個故事 同時呢,也讓大家聽一聽他的到底在講什麼好了 那這個故事呢,是這樣子的 在這個港都郊區的別墅內呢 住著年齡相差一倍的夫妻 先生是漁船公司的老闆 那由於他的工作關係 常常出外六七個月都不在家 那個雙十年華的太太呢,寂寞難耐 而這一天,船員的太太正打算沖個熱水澡 結果竟然被一位英俊的青年破門闖入 而這下天雷勾動了地火,然後就... 那簡單來說,這個東西我覺得它最有趣最有趣的一點呢 就是它只靠著聲音就營造了這個想像的空間 因此呢,如果使用一些語言去描繪啊 然後還有助長一些色域的想像 它其實就變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最有趣的 就是你可以學習如何用台語講一些色色的話 嗯,就可能在一些族群裡面會蠻適用的吧 我不知道,我不太會用台語 好,我們可以繼續往下,非常的尷尬,OK 好,然後另外呢,我覺得還有一個非常鬧的就是 它都有背景音樂 它走的也是一個其實蠻有情調 然後很令人放鬆的路線 然後大家可以體驗一下 在那個年代,大眾喜歡的音樂類型 而感覺呢,這些黑膠其實 以前也都算是蠻有文青感的喔 只不過內容可能會逐漸的母湯啦 然後最後呢,我覺得更有趣的一點是 如果它是以功能性來講的話 它其實蠻不實用的 因為你可能聽了之後 你並不會像網路上面的A片一樣那麼有感覺 但我們可以觀察到的 反而是50年60年前台灣人的文化 所以在這個角度上面 我覺得它是蠻值得收藏的 而且蠻值得保存 如果作為一個A片的話 它在這個現代下面真的是不太行啦 然後最後最後,我覺得最有趣的一點是 其實阿公阿嬤那一輩喔 真的是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保守 那另外呢,我覺得也很有趣的事情是 從這個東西五六十年前 一直到現在我們看的A片 其實這些情色劇的題材呢 它的主題都蠻像的 它都走一個禁忌的路線 越不能做的、越不可能的 就越引人想像 那就像Pornhub那一集呢 我們也有講到類似的概念喔 它們都可以滿足自己在現實生活中 無法真正接觸到的那個體驗 所以如果你也想要體驗一下 這個聽起來的感覺到底是什麼? 記得到資訊欄看一下網站點擊看看喔! 那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